沐岚小姐 说 李秋白到哪儿去了 他不是去灌喜事了吗 大哥 你喝醉了吗 说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今天是我和沐岚大喜日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里 不关你的事 报告团座 人跑了 告诉我 李秋白到底到哪儿去了 我哥有手有脚的 我管不着 你也管不着 我管不着 带走 谁 谁敢 大哥 你要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金明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在执行龙主席的命令 抓捕昆明成立的共产党 他哥哥 是共产党的头头 他作为妹妹能没关系吗 那也不行 今天我看谁敢动过来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清明 大哥我是在执行任务 如果有人敢阻拦的话 别怪我六亲不认 我不管 大哥 今天谁敢动过来 我就跟他们拼了 清明 你不要被美色蒙住了双眼 他是共产党的妹妹 就是我跟敌人知道不知道 一起带走 放开我 清明 走 放开我 走 清明 你放开他 走 老实点 走 老实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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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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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白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去您家找您 您不在家 说您到这儿来了 我跟你说啊 学校戒严了 来了好多的兵 不让我们出来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出什么事了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走 跟我走 现在革命形势很紧张 龙云背叛了革命 好多同志都被捕了 大家一定要住口 自己人 看门去 高队 老李 张春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李小官 我跟你说啊 我们刚刚投的情报 龙云投靠蒋介石 准备对我们 共产党人动手 那怎么办啊 你先别人去我介绍一下啊 张可霞 昆明地下场第一公部 张主任 张春 这就是我跟你说起的 杨志华 哦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炮兵天才杨志华 是 您过奖了 我不是什么天才 我叫杨志华 我叫张可霞 很高兴认识你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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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主任 现在外边什么情况 现在情况很危急啊 杜青石一口气 端掉了我们在城内的 好几个秘密地点 好多同志都被捕了 我看 这是有预谋的 是 谁 别紧张 自己人 你怎么来了 我妹妹呢 被杜青石给抓了 啊 李教官 我 我叫他接到 哎哎哎哎哎 我要请求王东 那林妹妹啊 我估计 现在杜青石 不会就怎么样 我们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要顾前大局 我们不能就这样做以待毙吧 我们现在力量不够 不能跟反对派一模一样 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转移城里的同志们 还有江武堂 青年会的那些同学们 但杜青石 把江武堂也控制了 那我认为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攻打江武堂 救出我们的同学们 没事 我从江武堂跑过来的时候啊 李华斌他们已经有准备了 感觉到不对了 但是现在 那已经被戒严了包围了 咱们怎么才能把他们给救出来啊 我自有安排 跟我走 好 好 秦铭 还生大哥的气呢 为什么抓不来 你把他放了 这是为什么呀 我跟你都说过了 这是龙司令的命令 李无然的哥哥李秋白 是共产党 我也没有办法 必须抓起来 一起相避 什么 即便是秋白老师是共产党 那跟沐朗有什么关系啊 你糊涂啊 他哥哥是共产党 跟妹妹能没关系吗 更何况 就说李不然 和他哥哥一起闹事 我也没有办法 说实话 为了我自己的前程 也得把他们抓起来 一起相避 哥 哥 为了你的前程 你要枪毙你弟弟的未婚妻 清明 你真是糊涂啊 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时候 吊死啊 出了这个门 出了男的就是女的 只要今后咱们前程辉煌 女的多了事 只要大哥在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大哥没有办法 只有把他们抓起来 一起相避 你 大好 既然你没有办法 那我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呀 清明 你想干什么 看到你真的想举起枪 杀了你大哥吗 清明 清明 木兰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如果她死了 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清明 你千万要冷静 那里边有子弹 千万别走火玩 清明 清明 如果你不放了木兰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行 放了木兰 你把伤放了她 放了她 只有一个办法 这样好不好 清明 你跟我一起 弃抓李秋白 这样你就算立功了 到那个时候 我跟龙四领说 李木兰是你未婚妻 我想 龙四领 会网开一面的 秋白教官也不能死 他不能死 他是我的恩师 他哥哥是木兰的亲哥哥 李秋白是共产党 大哥我 我不管 你必须放了他 好 好 大哥答应你 这样了好不好 哥哥 说话算话 这辈子 哥哥不想当官了 什么也不要了 只要咱们度假 能够平平安安的就行 大哥答应你 我去求龙四领 我想 龙四领 会看在这么多年 我安前马后的份上 答应我的要求 放在李秋白 让他远走高飞 行吗 你说话算数 清明 相信大哥 你从小大大 大哥偏忽你吗 你说话算数 算 算 来 听哥呢 把枪放上去 来 我是共产党员 清明他们家很多人 都是国民党员啊 可是你现在 受到谈婚论嫁 那啥妹妹啊 哪儿有你想的那么简直 哪儿有你想的那么简直 把门打开 是 木兰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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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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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 我哥呢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秋白老师找到 一定的 那 那我现在就去找她 等我找到她我就回来接你 你 你 你先委屈一下吧 其他地方打得热呢 派咱们在这儿喝西北风 呸 你 把花拔了 我 好 来 快 来 快快快 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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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华 我交给你们住点任务 护送张主任出场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攻打监护堂吧 你现在是党员了 党员要负送组专排 不是 我 我是这样 那个 你现在缺人手 而且监护堂的路呢 我也熟悉 那些同学还等着我去救他们呢 老李 他说得对 我张阁侠 虽然不是什么人物 但出城还难不倒我 我不需要任何人护送 还是让他留下来吧 好 好 老李 一定要小心 我在江西等你们 一路坐保重 好 张阁 一定要保护老李的安全 我希望在江西能再次见到你 您放心吧 好的 再见 拿枪 好 干什么的 口令 凤杜团长手艺 过来拿人 手艺呢 这就是手艺 别动 出去 把枪伤了 齐鱼小兰 你们几个留下 齐鱼的跟我走 快 跟上 快 快点 齐鱼 来 周浩 你们终于来了 同学们 龙云叛变革命了 并且要对咱们学校 魔力主义小组的成员动手 我们来就是要安全地 把大家带住昆明城 周浩 你带人去军警固拿武器 齐鱼大人在这儿待着 华彪 走吧 好 保健康 你们几个 跟我走 走 哎 这小片怎么换成孙恩惠的人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 我哪知道啊 这魔烧进宫的活儿你比我熟啊 你是步兵科的 行 让你小子见识见识 是 神 走 什么都没有了 就了 这泡不能用啊 坏了 这泡肯定是不能用啊 坏了 弹药箱也是空的 发现在没炮弹 没用啊 应该差不多 带着吧 好 行 走了 走 不行了 等不了了 咱们转移 请 同学们 跟着我转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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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回宿船 快撤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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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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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床板做工事 把门堵上 把玻璃砸了 不要慌 不要慌 快撤回宿 那边有枪材 赶紧的 去跟李教官会合吧 行 走 预备 升机 武警 上车 立正了 准个队 在这家里 找个队 去当家乡 打凳 快撤回宿 我还必须 狠狠地打 别打了 别打了 听话 听话 去命 大哥 秋白教官 秋白教官毕竟是我的恩师 一日为时 终身为父 你让我劝劝他 劝劝他好吗 秋白教官 秋白教官 我是杜青铭 请你们放下武器 出来投降吧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我保证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保证不伤害你们性命 教官 杜青铭和黄振他 已经站在杜青石那边了 不要信他们 秋白教官 秋白兄 我是杜青石 听兄弟的劝 你现在学安乐马 为时不晚 富于文胖 死路一条 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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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美人 把大炮给我拉来轰他 是 教官 王公 他牺牲了 秋白教官 你们快投降吧 再不投降 这边就要开炮了 秋白教官 别再让同学们 做无谓的牺牲了 杜清明 我妹妹怎么样了 秦阪教官 你放心吧 木兰没事 她在我大坊家 好好的 快和我侠吧 快了 快了 叫他没把我业力怎么办 要不在中国就跟他拼了 就咱们这几个人怎么拼了 不 那个怎么办呀 跟秋白又完在二楼的 那要不跟他们一楼子拼了 秋白又完怎么跑啊 秋白又过 我求求你了 快投降吧 杜清明 怎么办有一天 你要收拾这狂八蛋 绝不能饶了他 杜千敏 你个王八蛋 为我们把你当朋友 老子跟你拼了 子弹 谁还有子弹 我还有一发 我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准备 舔弹 大哥 不能开炮了 不能了 不能开炮 乔白兄 你再听我说一句话 我再给你五分钟时间 难道你真的想 让你的学生 走向不归之路吗 找炮弹拿回来 这没有炮管 你要炮弹干吗呀 这个排击炮弹 只要一撞底火 就能当手榴弹用 让我咱试试 同学们 大家听我说 现在形势 对我们很不利 我们要强行突围 恐怕也是没有胜算 我们已经牺牲不少的同学了 你们还年轻 今后的路还很长 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把子弹都给我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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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出去 投降 警官 我们是共产党员 我们不能投降 我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 拼了 活着才有希望吗 一定要活下去 保存实力 我相信同学们的勇敢和忠诚 出去 书孙 带同学们出去 不 军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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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部投降 军部投降 土兵 辞到 军部投降 尋力 我们军部见 到了 β 快去吧 是 好 快 再来一个 同学们 同学们 冲中心 快冲 进步快 齐文老师 怎么样 进步 没事 没事 也不在家 赶紧说 走快车 再坚持 站坚持 这边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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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得受不了了吧 这怎么办呀 这个 这怎么办呀 这个 其他人呢 都打散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赶紧走 我掩护你 赶紧走 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把您给丢下呢 我死也不能把您给丢下 你听我说 两两个 去那边 其他人 跟我来 我可以上当队 快 那边 快 快点 这全是人 咱走吧 赶紧拿 你听我说 我有件事之后 求你 你必须答应我 明天说我答应你 没没 木兰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 他现在关在渡家楼宅 你去把他救出来 想办法逃出去 然后 想办法去 咱俩一块去吧 赶紧走吧 这么乱 他们抓的只是我 已经牺牲好多同学了 你不能再做出无谓的牺牲了 不是 那怎么办呀 那 那 教官 教官 听我说 咱俩这几个是小银 国家民族是大银 到立行以后 找张克夏 张主任 他会帮助你们的 听到没有 对 听见了 这是一 再有就是 我妹妹托付给你了 记住 我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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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都记住了 咱走吧 不行 扶起来 扶起来 别别 扶你起来 慢点 慢点 咱 咱会从那边走 走 您 您这儿干什么呀 李小冠 你干什么呀 我不走 你别别别 别别 我走还不行 我 我走还不行 我是林秋白 我人在这儿呢 秋白老师 咱 秋白老师 快走 快着 快走 住手 滚开 教官 您受伤了 教官尊重你的选择 走吧 来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这么多条枪 连个共产党你们都抓不住 都是吃猪食长大的吗 报告 李清白已经被抓住了 好 多派些人 把他给我直约到禁贝司令部 是 收队 来 谁 干什么呢 那什么 我呀 是想找人家杜老爷说点事 有急事找他 找我们老爷 对对对 杜老爷杜老爷 行 稍等一下 我通报医生 谢谢 谢谢 老爷 人带来了 杜老爷 怎么是你啊 杜老爷 我找您来啊 是让您救命来了 什么事啊 是这样 那个杜青石把李木兰给抓走了 就关在您家里了 这不可能啊 他是我们清明的未婚妻啊 怎么 有这事吗 这是 说话呀 牙巴了 老爷 是关在家里了 这个青石是越来越不小话了 老爷子 老爷子您别生气啊 那是这样 那个我呀 必须得把李木兰给救走 但是我一个人力量肯定是救不走 我虽然只跟您见过一面 但是我知道 杜老爷您是 身明大义之人 您 您懂大义 您诚信 您 您干净利落 您也不用给我戴高帽子 我这辈子 也干了不少糊涂的事 可是今天这个事情上 我是不会糊涂的 去 把木兰带来 可是少爷他 怎么 我现在说话 没有青石说话 顶用啊 我马上去 马上去 快去 谢谢杜老爷 谢谢杜老爷 老爷 快 木兰小姐请来了 没事吧 木兰 志华 我们青石做错了事 我在这儿啊 替他向你们赔不是了 杜伯伯 您的救命之恩 木兰永世难忘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啊 可惜啊 我们家清明 不能娶掉这么好的姑娘 到我们都府来 可惜了 你们快走吧 趁着天没亮 就赶快出城吧 对了 去给他们俩 换了这儿衣服 太眨眼了 好嘞 去吧 谢谢杜老爷 去吧去吧 跟我来吧 起来 没白忙啊 该抓的都抓了 这可惜啊 让这个杨志华跑了 大哥 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 你现在应该把木兰给放了吧 我替你把木兰放了 爹 这么晚了 您把木兰给放了 嗯 你把它放哪儿去了 好 爹 你怎么能私放肥鼠啊 谁是肥鼠啊 李秋白是共产党 他妹妹当然是肥鼠了 哦 他是肥鼠 他是清明的未婚妻 清明也是肥鼠 那我也是肥鼠啊 你怎么不把我也给抓起来啊 爹 哎呀你这个混账东西 过去你为了升官发财 做了好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怎么管你 你现在可好得寸进尺 你还有完没完呢 秋白先生可是个好人 那是咱们自己家里的人呢 爹 反正我这么做 也都是为了咱们度假 放屁 大伯 木兰去哪儿了 没说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哎呦 估计他现在已经出城了吧 好 我问你 嗯 那上面怎么有你的通缉令 怎么回事啊 我是没想到啊 这杜青石的动作是这么快 哎 你现在带我去哪儿啊 想办法出城啊 我哥呢 你说呀 你哥被杜青石给抓走了 什么 哎哎哎哎哎 哎呦你干什么去你 我去找我哥我去救他呀 你你哥让杜青石抓走了 你你一个人能把你哥救出来 那不连你一块给关起来啊 哎 嗯 要不这样吧 去找我们家清明 他肯定有办法 他肯定能救我哥 对不对 行了 别你们家清明了 我跟你说实话了 我 我是亲眼看见 杜青明把你哥给抓走了 我 你骗我 啊 你肯定骗我 杜青明那是要娶我的人 我哥就是他哥 他怎么能把我哥抓走呢 你肯定骗我 我跟你说啊 这地方太危险了 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带你找一个地方 我从头落尾的讲给你听 好吧 先走先走 爹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按照隆主席的意思办的 这些都是公事 您这么大岁数了 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放屁 一口一个未公事 我还不知道你 就是冲着升官发财那点事去的 别的我不知道 秋白先生是个好人 我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爹 我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假 但是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咱们杜家呀 我告诉您吧 这个青明 如果我不及时阻止 就当成共党给抓起来了 这可是掉脑子的罪呀 算了算了 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我现在是土豆埋到脖子根上的人了 就想过两年清静的日子 好 啊 大哥 李沐澜找到了 没找找 我一个人怎么找啊 大哥 沐澜可是大伯放了 你可不能再为难他了 给我些人事好吗 我也得找他不难 你说外头那么乱 我不放心他 万一出什么事情呢 秦铭 人呢自然是要找的 但是我们现在 要马上做件大事 为首李秋白落网了 我们要开一个公审大会 让全昆明城的老百姓都知道 做共产党人的下场 大哥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不伤害邱白老师的 你不懂 公审大会一定要开的 只是过过场子 到时候我自然会放下的 那你去吧 我要去找国家 说什么呢 糊涂 你知道抓住共党匪首 是什么功吗 是大功 你必须亲自去 这功劳我不要 你要喜欢跟你好了 放屁 等公审大会已结束 我就到龙住其处 说是你立的功 我想最少 也可以提醒你为一个连长 这就是你仕途的第一步 以后的路哥都给你铺好了 不仅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我们度假 别老而屡清长的 等这件事情办完了 再去找李木兰也不迟啊 那你说话可算数 哥说话 什么时候不算数啊 馒头 馒头 新出炉的馒头啊 馒头 好 小朋友 来俩馒头吧 刚出炉 来 来四个馒头 好 要犯李秋白 现已查明为共产党要犯 要于今日执行公审 谁 ikke��는 Apa 这是他 你再一次 就可以 tér like 我再一次 来 哥 哥 墨�ames 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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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木兰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杨仁华说 我哥是被你亲自带走了 我的事吗 你听我解释好吗 回答我 是 木兰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这也是为了你呀 你知道吗 我大哥说了 如果不是我亲自 把他带走的话 那他还会抓你的 但他已经答应了 只要我把 去魏老师带走 他就会放过你 等一会儿 宫审是假的 宫审结束以后 他就会偷偷把他放了的 你相信我好吗 你让我总的相信你 宫审马上就结束 结束之后 我亲自把邱卫老师 给你带回来 好吧 你在这儿等着我 千万别乱走啊 你怎么会找不着呢 这儿都好 那儿都好 我给你带来 你不想当地 那儿都好 我 共匪匪首李秋白 妖言获重 扰乱人心 破坏国家民族之团结安定 今奉云南省龙主席之命令 对匪首李秋白 立即执行强举 以敬逍遥 大哥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放秋白大哥一条生路的 我是答应过你 我的确做过努力 李秋白是龙总司令 亲自点名 要严惩 我也无能为力 你骗我 你骗我 我 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 大哥 苏黄求你了 就再想想办法 他是木兰的亲哥哥 将来也是我的亲哥哥 秦明 你是不是疯了呀 想疯也不挑个时候 现在是你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最好时机 你自己前程可以不要 难道你的性命也不想要了吗 我告诉你 清阳已经死了 二叔 现在就你这么一个日子 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谈老人家 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的 我刷告诉你 龙总司令 已经知道 你和李不兰的事情 而且他还知道 你在学校 跟共产党走得很近 今天 是他亲自点点名 让你执行今天的枪举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明白爱 爱就散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踏上路 别就开始了 当虚目拉开的瞬间 音乐传来这旁白 玫瑰的舞台 怎会有凄凉的告白 太格拉的诗句 凡事不了情商的黑白 戏剧的最后注定 已被剧收场了 爱散了 爱散了 胸放了 心灭了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跟了 唯一盼望你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魅力奏 当剧中人 半只剩佬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 是谁在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 切断了爱情的动脉 笑着说的永远 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爱散了 收放了 梦碎了 不想怎么偏有去想的 曾记得是那个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恋人呢 是否也会遗憾 末寻